- 橘色惡魔,日本京都,舉高校吹奏樂部,12月將旋風訪台七天。 中華文化總會媒體不像,三立新聞網,表示,這次編制從88人增加為98人,除了先前公開的時代大道,高雄成藝酒店,台北富士大飯店三場快閃演出,以及北藝女校慶演出,橘色惡魔,也將在台北西門町快閃,且將會有向日本商店街遊行的長距離行進式演奏。 三立新聞網,為您整理局高校吹奏樂部快閃時間,地點,一同感受,橘色惡魔,魅力。 12月10日15點到16點30分高雄時代大道,夢時代前。 榜台首場演出,舉高校吹奏樂部將與熊中、熊女等學校一對一同演出,可親臨感受一對魅力。 12月11日9點到9點30分成藝酒店一樓廣場,高雄市前鎮區林森寺路189號。 12月12日8點45分到9點富士大飯店,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128號。 12月12日11點北藝女校慶。 12月12日18點30分到19點10分台北西門町遊行路線將從N89號華影城出發,走武昌街右轉和中街,一直走到西門捷運6號出口的彩虹地景。 遊行至此告一段落後,在前進西門紅樓北廣場訂給演出,遊行路線總長度700公尺。 12月14日國家音樂廳,售票演出。 活力滿滿。 微笑滿滿。 夢想滿滿。 日本京都局高校吹奏樂部2023來台音樂會,在台首場音樂會。 一、時間好。 。 2011年。 旅客出口。 2014年。 2014年。 1949分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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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